我叫潘丽,我是一名观影体验师 我的工作日常实际上就是 首先看剧,然后给剧挑瑕疵 一天看个四五部吧 然后一年能看上千部 与大家想象的追剧不同 潘丽在看剧时关注点并不在剧情 而是画质和色彩 近年来,随着观众对画质的要求变高 越来越多经典影视剧 因画质存在瑕疵而被观众弃剧 同时也有许多新的热门影视剧 综艺节目存在色彩参数不对 作为观影体验师 潘丽的工作就是找出这些剧 给他们做体检 一方面是有一些老剧 就是画质很差 所以用户在一分钟那就弃剧了 另一方面一色新的剧也存在一些问题 它那个调色软件有时候设置的参数 设置的不对 特别是从里面它会有一些监控镜头 把那个画面拉大 拉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噪点 看剧的主要目的是给剧 出一个体检报告 找出剧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说它是不是有噪点呀 有划痕,有没有褪色 清晰度是不是比较低 看完一部剧 潘丽要用程序员和调色师 能看懂的算法语言 将发现的瑕疵描述出来 再同团队成员一起进行修复 作为一个观影迷 潘丽很享受这一过程 在她看来 自己从事的职业很有趣 但想要做好并不容易 要有审美更要懂技术 她要对整个后期制作的流程 是比较熟悉的 这就是算法有一定的基础 因为你一旦发现这个剧有噪声 然后有褪色 你要知道怎么修复 并且要翻译成技术小哥哥懂得语言 然后去和技术小哥哥去一起做修复 再就是对色彩呀亮度呀 就是比较敏感 有一点艺术素养 把它颜色调整得比较符合当代的审美 然后做一个二次观影 看它在各种设备上的播放效果 会调一个适配大部分设备的一个效果 从2017年至今 盼力和其所在团队已修复了3000多部影视剧 她觉得每当修复过后的影视剧 又重新获得观众的喜爱时 是她作为一名观影体验师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修的环珠格格系列 然后仙剑系列用户都很喜欢 你比如说苏友鹏 那等一天通龙剂 我们修复之后观看量 观看量就是上升了400%多 如果你修复了一部剧 然后用户体验感变高 然后用户会在弹幕上反馈 在微博上反馈说这个剧 这么老的剧竟然有了超高清 这种时候获得了用户的认可的时候 你会比较开心 盼力告诉记者 观影体验师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职业 目前行业人才较为紧缺 除互联网平台外 许多电视视频公司也有此类岗位需求 未来他希望更多人投身这个行业 让更多经典老剧焕发生机 给观众带来真正超高清的观影体验 我们现在观众不仅仅看剧情 他们对画自现在非常敏感 我们团队实际上是有算法为基础 然后有三四名观影体验师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 让更多的用户看到我们以前的经典 我们现在就是集中于 倾向于老剧特别多 但是我们目前在做新一代的观影体验 我们希望就是说 带给用户真正的超高清的观影体验 也有我们敏锐的眼睛 在这个剧给到用户之前 先帮用户把一层观